记者陈以嘉台北报道,国人陈船观光旅游风气日盛,陈船安全日益重要,交通部航港局今天宣布,为精准掌握客船乘客动态资讯,落实为安及灾防,耗事一年建制完成客船乘客名册管理系统,经正式上线,渴望实时提升乘船安全,保障更安全旅游环境。 航港局表示,为提升客船乘客安全,105年底规划建制客船乘客名册管理系统,去年底完成并测试,今天正式上线,系统可以确实掌握乘客动态,方指抄载或其他违规事项,乘客与载客船博业者应配合提供落实灯载乘客资料,及时上传系统以掌握乘客资讯。 航港局指出,为完被客船提供乘客名册法员依据,以着手修订船博法,规定客船应被乘客名册违反规定者处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,并得限期改善。目前船博法修正草案正有立法院审议中。 航港局也说,除要求业者应及早规划售票及登船流程外,民众搭船时也应配合提供资料,以强化自身安全保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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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